還有再講到抗生素 抗生素就慢慢一步一步 我們討論到醫療這一塊 我們每天吃的這些 雞鴨魚肉奶黃蒜蟹還有大肉 還有養很多烏龜 他們都有加抗生素 這些最後食物鏈 食物鏈會濃縮 所以到最後倒霉還是人類 動物使用抗生素 它動物本身的抗力都越來越差 所以它養殖的時候 抗生素可能越用越強 它會讓雞隻不要死亡 所以它的抗生素一直在換 所以現在很多世界也在呼籲 希望都不要使用抗生素 因為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不歸入 因為你抗生素有一天 這個疾病呢 你會擊敗你的養殖業的抗生素 哪一天你必須要用到一些 非常屠性高的抗生素 你才能讓你的養殖業能夠幾率 融合下去 所以現在你說那個 統一集團 它現在開了很多聖德斯科這種 天然食品的這些一個店面 它為了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因應現在這個社會呢 太多這種污染的食物啦 所以它呢 還有這個商機 那當然呢 抗生素我們知道啊 有抗生素污染的食物 大家誰也都不要吃 這個大家都知道 所以呢 人的抗生素一直在使用 我們就之前有發現過 有時候超級病菌 什麼抗生素都沒有用 人一旦得到呢 我們只能把它隔離 然後不要再讓它繼續擴散 至於病人本身呢 只能用知識性療法 還有 把其他的細菌壓下去 不要讓這個抗生素 不要讓他的病情惡化 如此而已啊 根本就無法控制 所以它呢 有時候人產生的這些抗生素呢 並不是沒有辦法 趕上這個細菌 它的不病還有病 那還有我們的食物呢 除了這些污染 食材的污染 還有我們的烹調 事實上烹調呢 就是說 跟 就好像畫畫一樣 你心裡想什麼 你畫出來就是什麼 那食物也是一樣 你心裡想要做什麼食物 你做出來就是什麼食物 你心裡想要賺錢的話 你做出來的路就是 你要 你要迎合大眾口味 希望 但事實上 食物它本身的目的呢 食物是幹嘛 食物是它人體健康 在古人觀念裡面 食物是養一方之人 讓國家 讓這個人民呢 它有生產能力 國家能夠 人民能夠幸福安康 這是一個食物的一個 最終的目的 但是現在食物也變成了一個 商業 很大一個商業利益的一個手段 為什麼 因為現在你看都市生活 很多人都在家裡開火 他要在外面 他要外面去吃東西 那吃東西呢 久而久之你就可以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說 反正這個越好吃 能夠越吃進你的口感 你就越喜歡去 所以這個素食店呢 為什麼它生意這麼好呢 我們想想看這個道理 所以這個風調呢 怎麼講 你最多你還是要有一個健康 還有一個美味的風調 要取得一個平衡品 好 所以呢我們就 我們剛才講到環境的變化 我們現在接下來要講到這個醫療的商業化 就是說從這個大環境呢 現在要講到醫療的問題 環境 我們剛才講過了 那現在醫療呢 現在講到醫療這個也是 呃這個呢 其實也 這也沒什麼敏感的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 我隨便舉個例子 好了 譬如說你現在 你今天心悸好了 心跳比較快 到醫院去檢查 那醫生會不會叫你做 做什麼信念讀啊 這還好 然後接下來 會不會叫你做新章曹英波 新章曹英波做完 會不會叫你做運動信念讀啊 運動信念讀完了 你還沒有想 你還有啊 所以呢 那這個事實上 你看這個醫院 他現在為什麼車給馬龍 為什麼醫療費用一直上傳 這個檢查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意義 這檢查做不完啊 還有醫療 醫事人員有不過失責任 不過失責任就是說 我今天 假如說我有一個很小的癌症 我進到你醫院裡面 我呢 半年後 我檢查出癌症了 但是我半年前 如果我到你醫院檢查 你沒有幫我檢查出癌症的話 我要找你村長 那這樣的話 這樣太恐怖了 那這樣的話 那所有醫院醫生都感染心驚了 那不就是 這其中不就助長了 醫生拼命 無意檢查 這個 所以呢 這個醫療做檢查呢 你也不能 這是一個趨勢 你也不能說 我們這個醫療人員呢 就是視商業 那個商業利益為最優先 因為他也是一個大環境 一個大環境這個 還有這個各方面的原因 譬如他 平成今天這樣一個情況 好 例如說你看 抽血啊 X光啊 進老 斷層核實共振 正直攝影 正直攝影呢 這個最近 最近這個 是楊智良開放 怎麼樣 先健保 擠不來 所以呢 他追蹤癌症非常好 非常有準確 所以呢 你發現 保險費不斷的上漲 就拿美國來講 美國20%的 人民的稅收呢 是搞在醫療費用上面 但是美國出了什麼問題 美國因為他的醫療人員呢 起步太高了 所以呢 很多醫生跟台灣一樣 跑去做什麼醫美那些 尖端的東西啦 然後呢 他們譬如說小病 譬如說感冒 糖尿病 什麼 肌肉痠痛啊 或者是高血壓 反正找不到醫生去看 為什麼 因為這些醫療幾不太低了 所以你在美國 你當醫生 你非常幸福啊 假如說你願意看這些小病的話 你願意用什麼Medicare 什麼Medicare 哇 那一胎疹的話 病人就衝進來了 因為現在有健保給付 幫你看這些病啊 你不但要感謝他 這樣 常常很多那些 美國鄉親父的老人 糖尿病八九個月 血糖飄到三四百 找不到醫生看 為什麼 他窮啊 他沒辦法去那種私人 私人那個 自費給付的一些診所去看 還講到這醫療整合差 也是現在一個大問題 這醫療整合差呢 你會發現 你常常一個小問題的 你要掛七八個科 我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我一個朋友呢 他本身 他就是有喘的問題 他去檢查 結果呢 他去找哪一科呢 他去找胸箱內科 這個很合理的 然後胸箱內科 就幫他掛牢 照了一個S光片 那S光片呢 就看到很多 那些斑痕 還有一些改謊 結果他就懷疑他是貝傑 懷疑貝傑 然後他就呢 請衛生署的人員呢 去給他怎麼樣 天天送藥到他家裡去給他吃 他是一個大概五十幾歲的母性 然後吃了大概三個月之後呢 醫院 這是醫學中心啊 就是說 然後檢查報告出來以後 發現這培養肺結核是陰性的 那陰性怎麼辦呢 他就跟你講說 啊 你之前的藥你白吃了 你不要再吃了 所以你現在呢 你現在 你現在喔 我覺得你喘喔 你就是 反正氧氣量不夠啦 你就直接買一台氧氣機回家 然後病人 第一次不願意 第二次不願意 第三次去 他還是叫你買氧氣機 然後好了 氧氣機就買回來 那躺的的確是舒服多了 後來他很不甘願 因為他 不能上班 走過也帶氧氣機啊 他就跑一趟 找心臟科 心臟科 怎麼跟他講呢 啊 你有高血藥 他高血藥就開高血藥 高血藥給他吃 所以你這個 你要 你 例如說 你自己什麼病 你自己要先拆好啊 你要自己先看好 你不要掛錯科了 到時候 到時候他開了藥就不一樣了 這個 還有這個 你說現在人 最近這個 雅思伯格症候群很流行 這麼講 我現在看到很多學生 他的體檢報告 只要你呢 在學校呢 有一點孤僻啦 我們在和群 這個症狀下 這個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反正學生壓力大 有時候看起來 木嫩木嫩 不太會溝通 然後成績又不太好 啊 焦慾症 失眠 這個 假裝一些抗擊憂鬱症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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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人的情緒啊 還有很多問題 都包含在一起 所以他這個 他這個 惡性循環 焦慮 恐慌 然後 就會導致這個 這個 沮喪 然後更焦慮更恐慌 更沮喪 然後 焦慮恐慌 因為現代人呢 很多 因為他這個 搞得 這個是一個現代人通病 那所以我們現在講到 講到這些問題呢 事實上有些問題是無解的 因為你現在 你說那些環境污染問題 只能慢慢的 看來有一天呢 我們人類能夠覺醒 讓我們的環境污染能夠降低 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醫療不用一直上漲的問題呢 有沒有解決一天呢 事實上也沒有 因為他一定是不斷的上漲 他新的檢查儀器 一定是不斷的推陳出新 但是他的治療 有沒有 有沒有不一樣 事實上都差不多了 好 例如說你這個 然後還有這個 為什麼我要講個笑話 就是說 為什麼你那個醫院 永遠都住了滿著 以前我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反正我已經離開醫院已經十年了 反正消遣一下 以前的醫生沒有關係 他怎麼講呢 我們今天去查訪 爸爸醫生 今天三個住院 才三個 太少了 我們今天要努力 努力 努力什麼 請問主治醫師要努力嗎 趕快收病人啊 我說 不是 該收我就收 那我怎麼努力呢 反正你看到那些 收的就打開給我收 好 是是是 反正好好死 第二天失床 滿 就把一些 應該要 要加強的把它抓起來 所以那這個 就是我們現在講到這個中醫呢 我們中醫沒有這麼多檢查 也沒有什麼住院什麼的東西了 那我們現在 那很多人就會問說 那你現在中醫 你不是慢慢 慢慢調養嗎 那些人都死光了 你怎麼講什麼中醫呢 這是從不同層面去看問題 那現在我們先來看看中醫在 到底在幹什麼 第一個呢 中醫永遠不漲價 這是真的 我們只有可能漲價 我們怎麼可能 哪來的那麼多檢查呢 對不對 第二個 中醫藥物呢 怎麼比得過那些西藥呢 那西藥實在太強啊 我們都是一些 蠢天然的藥物 醫生的中醫 比較重是預防醫學啊 就剛才那個主持人講 上醫醫 如果中醫醫人下醫病 上公治衛病 中公治衛病 中公治衛病 這個是後來 發揮的下公治壞病 上公呢 例如說扁鶴看到齊環宮 你這個 你這個病 你不治的話 半年之後會怎麼樣這樣 告訴他怎麼樣養生啊 中公治衛病 你已經生病啦 胃潰瘍啊 結腸炎啊 拉肚子啊 開始治病 下公治壞病呢 就是 這個 癌症啊 心肌梗塞 中風啊 癱瘓啊 那你現在健保費用 百分之八十 花在慢行病上 慢行病包括什麼洗腎啊 腸掉病啊 腸掉病啊 這些呢 花掉百分之八十 這通通都是壞病 所以你當年醫生 那在古人眼光裡面只過是一個下公而已 那我們說 那你中醫多偉大 你做上公給我看 你現在怎麼上公 那我現在就是生病 你現在馬上就要給我搞定 什麼叫上公 那我們待會再看中醫怎麼樣看問題 而且呢 你說 上醫國中醫人下醫 那 中醫是一個王道思想 他是一個道醫 他是一個整體 他連國家呢 整個 連國家的病他都要醫癢 不為良相 則為良醫癢 所以 所以 那考慮的層面不一樣 我們看問題的事情也不一樣 還有說 中醫非常重 調理師嘛 你這個 你叫做預防醫療 就是先把你陰陽平衡 中醫講了 陰陽命 精神乃至 你只要陰陽平衡 你什麼失眠膏 不要全部都沒有 什麼慢性病的 就會減少很多 那糖尿病當然是 糖尿病也是一種燥熱病 所以你 你只要身體陰陽平衡 從道家的眼光來看 你就是一個健康人 那我們現在舉例 例如說 癌症 其實癌症的治療 不管你用什麼方法 現在方法就是四大類 手指切除是最好 一下子 把它切乾淨 這是最好的 大家知道嗎 對不對 再來就是化學治療和化學治療 化學治療和化學治療 它是單向的 它就是殺你 毒你 要把你燒死 單向的 所以它負重非常大 而且它是全 而且尤其是化學治療 它全身性 這要舉這個例子 很多啦 它負重非常大 現在唯一負重比較小的是 標靶治療 但是呢 再怎麼說呢 它的怎麼樣 它的 到最後癌症 死亡率 還是非常的高 假如說你癌症治好的話呢 你要非常感謝上昌 還有你說現在 那這治療怎麼辦 我看的是基因搞的 我來搞去很多人就覺得 有些基因是想像的 或者說那他覺得 他還發現傳統的東西就是 傳統的東西就是 你